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以北宋的国都,开封的繁华几乎是当时的世界之最。 用现在的标准来看,过去的开封几乎如同今日的纽约,著名的国画清明上河图就是描绘的这里。 若干强之也是宋朝的国策之一,也正是因此,这个最为繁华的城市驻守着数十万大宋进军,这也让开封成为当时最为安全的城市。 在宋徽宗一朝,开封几乎达到了一个古代城市的巅峰。 有数据称,这时的开封,一个城门小兵的兴奉,足以和一个部落首领的收入相比,其经济实力的强横可想而知。 但烈火烹游终非长久之道,几乎极致的繁华背后,在皇帝的目光不可触及的所在,有乞丐留民,点儿卖女,也有巨贪恶利,破家害命。 这个古老的城市并没有发觉整个国家的基石,已经随着历代统治者的穷奢吉欲而日渐轻退。 而碍于享乐,闻天无息,让整个大宋再无可战之兵。 最终,从白山黑水中走出的女真民族,以吞天石地的气魄,在短短数年间就席卷了大宋王朝的整个北方。 而曾经无比辉煌的汴京,则是他爪牙之下的最后一批鸡品。 作为一个王朝兴起和覆灭的见证者,现在开封已经不复当年的盛景,如今的它已经沦为了国内的一个四线城市。 但无论如何,那些历史都已经成为过去,只能供我们追忆和感叹。 大家还知道哪些因战乱而没落的城市呢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。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。 喜欢我,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